欢迎观看蝉思PE教学视频 智能摆动拍摄功能为大将创新推出的创新型倾斜摄影解决方案 本视频将介绍如何使用DJI Paddle规划智能摆动拍摄任务 进入DJI Paddle,选择航线飞行,开始规划任务 可以通过KML文件和App规划来创建新的航线 本视频将着重讲解App规划航线 点击创建航线,选择建图航拍 点击需要进行测绘的区域,生成测区 拖动测区边界点,调整测区范围 设置任务名称 相机选择为当前使用的胶段 打开智能摆动拍摄功能 此时,App将根据设定的测区规划一条摆动拍摄的航线 根据需要设置云台角度 作业中,云台将根据该角度朝五个方向转动云台 根据需要的GSD来设置相对高度 背设面相对起飞点高度设置为0米 设置起飞速度 航线速度无需设置 飞行器将根据任务进度自动调整 完成动作设置为自动返航 点击高级设置 设置航向与航向重叠率与主航线角度 附在设置中 对焦方式默认选择为首航点自动对焦 机变矫正保持关闭 航线设置完成,保存当前参数 点击相机FPV界面,开始设置相机 相机设置中,推荐相机模式为M档 ISO设置为ATO 并根据需要设置快门与光圈 EV值保持为0 相机设置完成后 点击地图界面,准备执行任务 在飞行准备界面 确认完成与失控动作 飞行器电量等项目是否正确 确认周围环境安全后,执行起飞 飞行过程中 云台将按照智能化轨迹 进行多角度摆动拍摄 摆动拍摄过程中 拍照时,蝉丝PE图传会临时卡顿 为正常现象 可以在飞行器FPV 相机FPV于地图中切换 检测飞行器状态与热物进度 作业时,请注意作业安全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的观看 ��어将注定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